另外前上游淑貞也很感謝滿廷方公益協會能夠關懷疾案的鄉親 她也特別到現場去製政感謝狀 由理事長林國棟代表接受 身為協會長期會員的游淑貞 傳說在物資列車服務行列中 跟著志工會員們一起將白米、醬油、麵條、調味品等等 七項名聲用品以裝袋 並親手傳遞一代代的祝福和關懷 在我們的這個年節前生活物資的關懷 肆意做到家戶非常重要的年節的一個這樣的資源 在過去的原鄉 無論是火災或者是軍官 以及到位的家庭的特殊境遇的關懷 滿廷方公益協會一直都在身邊 謝謝我們活動理事長 謝謝所有的領先次 為地方帶來即使到位服務 和這個最重要的 這樣的一個生活物資發放的依靠 我相信社會有溫暖 關懷到巷弄林林 鄉親是我們永遠的好朋友 我們希望在他們最輔助 最孤單的時候 我們獻出暖暖的愛跟實質的幫助 我們一起為弱勢家庭 為我們的好朋友們一起加油 鄉長尤淑貞上任後超過百餘次的清房弱勢家戶 給予及時的馬上關懷關心 傾聽家戶的需求 當中曾經受到幫助的鄉親在現場 看到如同家人的郵箱長 線上擁抱 並緊握雙手平平感謝 他娘還要去送嗎 家姐先送啊 他不可能讓我送很久啊 那是讓我送兩個小時這樣子啊 他不做又不行啊 如果你要去開刀你再來一次 是可以 可以 有鄉長不只有愛心 值得敬佩的是 在上任三年來 更打造了不一樣的幸福吉安 各項軟硬體建設工程 不論是活動中心 部落聚會所 陸屏 水溝 陸燈等基礎建設 持續在成長改變中 也值得大家繼續給鼓勵支持 記者林杰華聯市採訪報導